2008年到2013年5年间 北京现代的销售量从30万台到破百万台 期间虽然有一些国人抵制日本汽车的原因存在 但是让其销量大幅增加的原因 主要是在这5年期间做了正确的策略 与国人们对北京现代制车能力的信任 但是好景不长 2017年上半年在国内的销售量只有30多万台 同比下滑严重 而且多款主打车型的销量也不尽如人意 小型SUVIX25销量惨淡 SUVIRX35也下滑严重 老款的SUVIRX35并不能同竞争厂商同类车型一争高下 让人头疼 北京现代的SUV板块可谓是残遭化铁炉 而在轿车板块也是差强人意 从总体来看 我们很容易看出北京现代的正解所在 老产品难有竞争力 产品结构不够全面 无论是轿车还是SUV 在各大厂商之间的竞争力不强 只能退居末位 退出中高端市场 所则在中低端市场 当然作为一个强势的合资厂商 北京现代也展示出来他们的实力 在进入下半年 低迷的市场开始逐渐升温 7月的数据显示 相比上半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是挑战仍然存在 北京现代不能只是依靠市场回暖来解决问题 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老款车型没有竞争力 产品结构不合理的诸多问题依然等待解决 我相信北京现代 在作为前几年势头强劲的品牌 一定会在下半年做出一些大动作的 已经提倡日程准备退出的全新IX35 与前行瑞娜 相信会给众多车友眼前一亮的感觉 新的市场战略产品结构 我相信已经提出了 期待北京现代能在下半年一扫颓势 毕竟北京现代已经连续三年 读得VDS合资企业的第一名 改变颓势 我相信不成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